居然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喜歡奇藏衣服 穿著衣服 戴著高帽子 身上要配件 還要畫著玉和明珠 很講究自己的穿著 這個人應該是比較帥的一個人 土國有很多人才 流失到各個國家 居然他在青年時代有一首名作 就俱頌 就生在淮南 到淮北已經治了 我出了故土啥都不是 我會變味 然後在本土裏面 這才是成為一種美德 才能夠真正意義上體現我的價值 橘子不能夠移 他一生在就沒有李白夠楚 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署名的文藝家 他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偉大詩人 一個開創性詩人 一個源頭性詩人 在所有這些詞他都當得起 是一個真正的讓同行折服的 自動摸腰 那李白杜甫沒有一個不尊重他的 俗世也是那是著名的材質 他自己終生就是讀拳的詩 越讀越寫 他就覺得自己比不上他 拳這個人他非常複雜 真正意義上建構自己的精神世界 怎樣建構起來 把自己的寫作 跟這個國家的命運 跟臨生疾苦連結 同時又不適於唯美 常態系以掩踢系安民生之多姦 但是我們從批判現實 這個角度去理解 他就對底層的疾苦 非常關心 但是他隨後的一句 就是說 就是強調自己過得唯美的生活 一方面他不放低自己的審美的品味 就是同時的話他又有現實情緒 淡丁 就是神曲的作者 他們兩個人很多相似的地方 而曲原在黎世昂裡面 就是去追求落河女神伏妃 然後追求有聰士之女 簡敵神女和賢厚 一個國家的精神生活的 靈性和德性 那麼淡丁在愛情的感召之下 一直上天堂 他們兩個世人共同都是把這個 把現實中出現的很多問題 歸結於那種靈性 他的不同的點的話 就是說淡丁的話 他最後就見到了這個上帝 他根本就沒有要回來的意思 曲原他總是往回往往 往人間一望 他放不下來 一看自己的國家 他那種現實感放不下來 這是很顯出的一個差異 這種現實情緒在曲原身上 在中國每一個中國人身上 每一個中國文人身上都有 他在那個信仰裡面 最後他孩子放不下自己的國家 這個是中國人含量的一個性格 不行不行不行 導演我跟你說過很多次了 這嘉賓必須是從古代請過來的 神秘嘉賓我已經請到了 這主嘉賓你必須給我搞定啊 可是你也看到了啊 最近咱們的這個時空穿梭機 確實出了點問題 而且整個演播室的電壓也不穩啊 原則問題啊 我是一步也不會退讓的 三天之後準時開錄 唉呀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大型穿越類訪談節目 穿越吧詩人 下面讓我們有請今天的詩人嘉賓 曲原 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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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原人呢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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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再次隆重的邀請 地高揚之苗藝 莫傲之子孫 風流倜傍 玉樹林峰 明明有顏值 卻要靠才華的浪漫主義詩人 曲原 曲原 不錯 我就是肩負強大楚國之重任的天選之子 曲原 聽導演說 您最近挺煩心的 舉世皆卓 我讀清啊 想我屈原 二十歲入朝 輔佐王上 一心未除 而如今卻 卻被發配到汗美 不許參政 我實在是憤怨 您這是職場不順啊 上過我們節目的事都有這個問題 您剛才說什麼 哦 我是說 我們今天為您準備了一個驚喜 我們請了一位神秘友人 來跟您敘敘就 哦 來 讓我們有請今天的神秘嘉賓登場 是你 今天的神秘嘉宾就是少年的你 这是少年之我 子约三十而立 不知此时您可否建功立业 我确实有过一番功绩 先祖驱侠官居莫敖 为国而战 我虽不提他 却也曾组织青年相礼 奋力抗秦 后入朝辅佐君王 身任佐徒出使齐国 后在楚国推行变法 使得我楚国国力强盛 大有恢复往日辉煌之势 看来我的理想就要实现了 我还约过四十而不惑 请问您不惑了吗 全臣当道 我也无可奈何 全臣 正是 我主张变法 上官大夫不悦 便尚书诬陷我 楚王现已罢黜我左足之官 少年理想 怕是要灰飞烟灭了 难道我做错了吗 你 你们姓屈 做遇到事情呢 还是要屈服一下的吗 荒唐 我们姓米 身为楚国贵族 岂能屈翼逢营 我是绝无逢营之意的 可是如今 卑卑其妻 岂是君子之为 你可还记得那棵橘树 橘树 后皇家树 举来福兮 寿命不迁 生难国兮 身故难兮 更衣治兮 独立不迁 岂不可兮兮 苏氏独立 恒而不留兮 所以 不应随外物而变化 亦于心之所善心 虽久死 其犹未毁 正是如此 前路漫漫 我 定要寻得 楚国之未来 节目录制很成功 感谢两位屈原先生 大家来吃点粽子 粽子 此为何物 这你都不知道 这就是屈原 也就是你 涂江之后 百姓为了纪念你 发明的一种美食 有甜的 有咸的 你一定要尝一尝 这看着我干嘛 不是录制结束了吗 米兰老师 那个演员费 回头你转账给我就行 米兰 这就是你的原则 不是 导演 你也知道 这时光通缩机 它不稳定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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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